孙子出生之后 亲家就从乡下搬来了儿子家同住 整整六年 他们没有收入 全靠我和老伴补贴 说是帮忙带孩子 实际上不就是来养老吗 然而今年年初 老伴体检出癌症住院 亲家递来两张银行卡 我才发现 是我自己的格局太小了 依我叫颜梅 今年58岁 退休前是一名中学老师 还算得上是高级教师 老伴在一家国企任职 是一名中层民导 今年刚退休 现在我们俩人的退休金加在一起 都超过一万四千元 算是生活无忧 儿子小枫从小学习就很好 这也和我这个做老师的母亲有关 虽然我自己是名老师 但是我教育孩子的方式 确实很死板 也很严厉 小枫除了一些体育活动 我基本没有让他有更多的休闲活动 小枫的课外时间 基本都是在各种补习班里度过 打游戏机 玩电脑 是绝对不可能被允许的 那时候小枫经常哭得抱怨 老伴也说我管得太严 不过我深知只有这样 他的未来才会多一点竞争力 辛苦自然是有回报的 小枫毕业于一所985高校 现在在一家堪称金饭满的国企任职 年薪超过30万 但或许是年幼时候的逼迫 导致小枫现在越来越有主见 对我也的话 你越来越不爱听 特别是在谈女朋友方面 小枫的女朋友小方 是一名小学老师 人长得漂亮 说话也很甜 加上和我算是同行 所以第一次见面 就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虽然我对小枫很严格 但是感情方面 我倒是很支持年轻人自由恋爱 唯一的要求就是门当户对 然而偏偏怕什么来什么 在深入了解之后 我才知道小方的家境并不好 父母都在农村务农 他下面还有一个比他小七岁的弟弟 要是说出身铁寒 通过自身努力来大城市奋斗的男生 叫凤凰男 但小方应该就属于凤凰女了 虽然不应该以人的出身否定一个人 但是以人生家庭带来的思想观念 是难以磨灭的 我哭口婆心地劝述过小枫 小方式的好女孩 不过她的家庭背景你得考虑清楚 对于你来说可能是个负担 小方的父母没有社保 也就意味着没有退休金 这和我对你爸不一样 你需要给他们钱养老 另外小方还有一个弟弟 今年也要上大学了吧 以后很高概率也要你来帮衬 结婚和恋爱是不同的 恋爱只是两个人的事 结婚却是两个家庭的事 我像以前一样 把这些道理细细地分析给小枫听 可惜小枫不再像小时候一样言听计从了 她坚持认定非小方不娶 老伴虽然这次是坚定地站在我这边 不过最终也没能改变小枫的想法 算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我们做父母的别管太多了 免得变成了仇人 在老伴的安慰下 我也只能接受了这个事实 三在两家商量婚事的时候 亲家母表现得很高兴 她主动表示自己的女儿能嫁底小枫 也算是高趴的我们家 所以在彩礼方面并没有过多要求 让我们决定着好 不过她也表示自己家境不太好 所以给不起陪嫁 更不要说这是婚房的事了 其实亲家母能够这样直白地说 我倒觉得更好 起码不用欺瞒什么 毕竟我和老伴压根也没指望 他们能在婚房上帮劝什么 不过既然是自家儿子娶媳妇 我也不能寒酸 所以彩礼前我还是按照 我们这座城市的标准 给了十三万三 至于婚房的话 我和老伴打算先把以前的旧房子 给他们小两口住 虽然只有两室一厅 不过足够他们生活的了 当然 这也主要是我自己有私心 原本我确实有打算 拿出一百万资助他们 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的 但是亲家的条件我不太满意 所以我也就打消了这念头 小方倒是很高兴地表示 有一套房住已经很满意了 起码不用背负房贷 等他们自己奋斗几年 有钱了再换大一点的 最后的婚礼也算是重规重矩 亲家反正一分钱没出 财礼也没让小方带回来 这也都在我的意料之内 毕竟他们家里经济不好 还有一个儿子正在读大学 小方的财礼纯粹就是补贴娘家了 四婚后一年多 小方生下了一个男孩 我们都很高兴 我很清楚住在一起会影响婆媳关系 败家那会老爸还没退休 所以我没打算住不去帮忙 但毕竟是自己的孙子 我还是得做点什么 既然没有亲自帮忙 那就花钱雇一个居家保姆吧 然而我刚把这个想法告诉小枫他们 亲家母则立马表示 亲家花钱请保姆还不给我 我和小方他爸刚好准备搬过来 帮忙一段时间 我内心闪威斯不屑 不过面上没有任何表现 反倒立马点头表示赞同 那就麻烦亲家了 钱方面我来补贴 这点钱都想得赚 他来确实在农村收入不太理想 不过这样也好 起码也是自家人 照顾起来总比外人更细心 只不过没有想到的是 亲家母所谓的帮忙一段时间 直接变成了常住 原本在孙子一岁之后 我想断了每个月给他们四千人的补贴 然而这时小方又怀孕了 一年之后 小方生下了一个女孩 一男一女凑成了一个好字 高兴之余 我也没再多想 还把补贴提高到六千元 这也就刚好是我的退休工资 亲家母和亲家公帮忙 带两个孩子是事实 不过他们直接把老家的地 都包给了别人 这让我感到有些无语 明明才55岁 就不打算干活了吗 在大城市住习惯了 不愿意回老家了 这在我看来 就是打着照顾孩子的名号 直接在女儿 你是家养老了呗 对此 我曾经和小枫表达过不满 但是小枫却说 妈 你是没来照顾不知道 养的孩子不好带 又是半夜泡奶粉 又是换尿布的 我也懒得听下去 我又不是没生过孩子 而且那会还没有 众多人帮忙 我还不是照样 把小枫养大了 老爸也劝我 不要太计较 毕竟也就六千元 只要孩子能生活轻松一点 这钱花里不冤枉 虽然说是这么说 但是我总觉得 有些不平衡 亲家两口子 今天是帮忙带了孩子 每个月就可以 从我这里拿走六千元 吃住还是小枫他们掏钱 这样的养老 也太舒服了吧 五一转眼 这样的日子过了六年 孙子也准备上小学了 家里显然 有些不顾住 这时候 小枫就来找我商呢 想要把旧房子卖了 换一套大房子 情况确实存在 毕竟一家六个人 只是两室一听 肯定不顾住 但是这房子 是我和老伴 当年花钱买的 这卖了 不就等于 把房子变成他们的了 虽然说这套旧房子 迟早也是准备 留给小枫他们的 但是现在 他们直接这样 开口要 我的心里 总感觉有些不失滋味 好像你们一家六口 才是亲人 我和老伴 就是外人一样 特别是亲家母和亲家公 嫁得女儿一毛钱没出 还顺带跟着女儿来城里享福 现在还能顺带 跟着换大房子住 我这心里越想越窝火 但是又不能表现出来 也就老伴 能看出我的心思 他连续给我做了 好几天思想工作 没没呀 小枫他那房子 肯定是要换的 你要是就因为 亲家的原因都同意 那不是孙子和孙女 都跟着受罪 我撇撇嘴 今天要换房 你今天要说换车怎么办 真把我们当成冤大头了 没没呀 从小枫选店 这个儿媳妇的时候 你就应该接受 这个事实了 而且一开始 也是你自己 要面子补贴汤的呀 文言 我也是更加乌火 什么叫我要面子 那亲家都住过去了 怎么我还能一毛不拔 见我不高兴 老爸也不说话了 我精心考虑了两天 最后也是 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把旧房子给卖了 我把卖房的钱 给了小方 他倒是有和我承诺 妈 等我们赚过钱 这套房子的钱 一定会还得你的 当然 不管未来 会不会真的还得我 起码听的这话 心里也舒服一些 又今年 老伴正式退休了 年初我和他一起去医院体检 然而却听到了 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我看了老伴的体检报告 一脸惊慌 医生 我老伴身体一直很好 怎么会无端端地 夺了胃癌呢 医生安慰道 不用太担心 我们还会再做 更全面的检查 这以现在的情况看 也只是算中期 很高概率可以治愈的 因为医生说只是中期 所以我也没有隐瞒老伴 如实地告诉了他 让他立马住院 积极配合治疗 得知消息后 小峰和小芳也是有些紧张 不过考虑到他们还要工作 加上老伴刚住院治疗 也没太多事 所以我就没让他们进场来 或许是小芳把这事告诉了亲家 之后的几天 亲家母和亲家公 几乎天天都来医院 而且每次来 不是炖的鸡汤 就是鱼汤 亲家母就是我们老家的土鸡 很补的 对对 还有这个山药 也是我亲戚自己种的 养味的 给亲家公多吃一点啊 看了亲家母和亲家公 忙前忙后的样子 我内心也是感到一阵温暖 他们或许不太会说话 但是却用自己最淳朴的方式 表达了对我和老伴的关心 然而令我彻底改变 对他们看法的事之后的一件事 亲那是老伴准备做手术的前一天 亲家母从口袋里掏复一个手帕 翻它后 里面是两张银行卡 亲家母 这里是我和小芳 她爸的一点心意 你拿着得亲家公看病 我立马感谢了回绝 不用不弄 我有钱 再说我老公她都有买保险 足够治疗啊 亲家母硬是要把卡塞到我手里 还有些尴尬地说道 这张卡上其实不是我们的钱 都是亲家母你的钱 我拿着卡 有些莫名其妙 我的钱 对呀 你每个月不是都有给我们钱吗 说实话 家里的费用小芳他们都出了 所以我们也没什么用 基本也就存着了 文言 我眼眶瞬间有些湿润 不过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那另外一张卡又是什么呀 亲家母这才反应过来 笑着说道 哦 这张卡里 是我老家上个月拆迁的补偿款 之前你不是把旧房子卖了 得小芳换大房的吗 我想着我和小芳她爸也有住 所以先带着替她 把你当初房子的钱都还上了 我目瞪口呆地 看着手里的两张银行卡 没等我反应过来 亲家母已经离开了病房 等我知书去的时候 她已经朝我笑着挥挥手 走进了电梯 那一刻 两行亲类不受控制地 顺着我的脸庞滑落 羞愧和感动 交织着我的内心 亏我自己还是一名老师 这点心胸 还不如一个 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村妇人 我回到病房 把这事告诉了老伴 老伴踏口气 重重地点点头 妹妹呀 终究是我们的格局太小了 我们应该庆幸 娶了这么好的儿媳妇 是我们高攀的人家才对 那一段时间 我们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